大家好,我是莫端 欢迎来到科技闷心 这期主要讲三个点 第一个是CFnew 优选IP没有速度的问题 顺便说一下 上一次大佬更新到版本2.5的时候 有的小伙伴疑惑为什么我的版本还是2.2 大佬的版本肯定是已经更新到2.5了 但是ReadMe的版本可能没有更新 因此导致了一些困惑 这个ReadMe的版本是2.2已经很久了 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最新的版本号 你也可以查看一下 这个是两天前更新的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2.6 还是说一下CFnew优选IP没速度的事情 它就像是要清理美人鱼里的那口谈 优选IP要给力 测试速度要设好 然后说一下使用Cloudflare Workers 自动做优选IP的收集 优选IP之前也讲过这个是Fofa的方法 先从Fofa上面拉取IPList 然后用Python脚本选出里面可用的IP 或者是这个 这个是之前更简单的一个手动的版本 它已经讲了优选IP 优选域名和代码混淆 但是这位大神做的这个Giha倉库比较好 而且是MIT的协议 给个新支持一下 给个新 这个自动的IP优选收集器就像赤婚格格 公主还没有嫁过去 就已经测试收集完成了 接下来讲一下用Cloudflare Workers 做HTTP的VPS 这个有时间就讲一下 没时间放到下一次讲 用Vox做HTTP VPS 就像鱼玄机在动荡的人生中 给自己构建的隐秘安身之所 这会是一个让人心源意马的秘密通道 当然后来鱼玄机挂掉绿翘 你听一下这名字 绿翘又绿又翘 那它当然就比较该着 HTTPS的VPS这期有时间就讲一下 没有时间就放到下一期去 首先快速看一下 CF-NEW大面积Timeout的问题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2.6 但是ReadMe里面这个版本依旧是2.2 但是这个没有关系 重点是大脑更新的最新的版本 在版本2.5的时候 就已经处理了这个问题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更新一下 大脑的代码 我上次是已经更新到2.5了 但是我演示一下如何快速更新 用的一就是大脑这个keyhard的仓库 按照大脑的要求 依旧用的是它这个文件 点进去 整个复制 进到你CF-NEW的Workers的项目里去 点击编辑代码 直接全选 替换成新的代码 念贴好以后 点部署 版本已保存 其他什么都不用改 点小箭头回头一下 其实CF-NEW的版本 只要大于等1.5就可以了 我上次已经是不说2.5了 不过这次再更新一下 然后点一下设置 在机密盒变量底下 点开BNGUUID的按钮 复制一下UUID 关掉 点击访问 输入UUID 按回车 这样它就弹到了 对应的客户端了 选择你需要的客户端 点一下 它会自动打开对应的客户端 你只需要点一下Open 看上去好像会自动导入 我们稍等一下 似乎第一次导入会需要占用很多时间 顺便说一下 大佬是提供了自动优选IP的 当然 也可以手动管理优选IP 需要把API管理打开 然后点一下保存高级配置 这样就保存好了 你会看到API管理是打开的 第一次导入会消耗一点时间 就得要删掉它 确认 这个也删掉一下 删掉 确认 点一下这个 重新导入一个 确保是最新的 测一下速度 虽然依旧会有一些是Timeout的 但是大面积的Timeout问题已经解决了 换言之只需要更新到大佬的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你可以在订阅这里选择新的订阅链接 右击 点击编辑文件 查看一下大佬实际上做了什么样的更新 也就是在这里把测试的时间改成86400 也就是一天 这样就不会无限制的做测试 导致大面积的Timeout 点取消 点一下迪卡仓库的名字 回到主页 既然是优选IP大面积Timeout 那有的小伙伴会有兴趣看一下优选IP 按照大佬的说法 CFnew的本身是做了自动的IP优选的 但是它也确实提供了优选IP的工具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优选IP的工具 点一下这个 这样就会到达它的优选IP工具的release的页面 选择你对应的优选IP工具 点一下进行下载 然后点一下这个GitHub仓库的名字 去看一下它的readme 线下拉 找一下该怎么用 在Mac底下先需要改变它的权限 复制这个命令 面贴这个命令 修改一下这个文件的权限 然后把修改好权限的文件拖进来 按回车 如果修改了授权以后 把优选IP文件拖入终端 依旧被系统隔离 点一下档 根据GitHub官网的讲法 可以用这个命令 也就是取消隔离 如果你打算使用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大概就长成这样 后面是你对应的文件名 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应该只会在Mac上发生 你可以在Private Security里面 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法 向下拉 在安全底下 你会看到刚才被阻止的这个文件 点一下Allow Always 回到终端删除这个命令 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执行完了 再一次拖入文件 按回车 选择Open Always 拖入一下密码 点OK 表示你同意了 这样就启动了 关掉 你也可以用这个命令 效果是一样的 它会弹出一些问题 我们按大佬推荐的来 默认就是1 我们就按回车 小白快速测试 默认是1 我就喜欢小白快速测试 按下回车 跳下一个问题 另外你也可以在Giha倉库里面 看一下它这里的完整参数的说明 测试IP的数量 我们继续使用默认值按回车 延迟上限100到1000 默认值1000 我们就用默认值按回车 感觉上基本都在用默认值就行了 根据Giha官网的讲法 除了运行模式 是必须的 其他都可以选填 200个线程 偏多 给50就可以了 按回车 似乎已经开始测试了 根据大佬Giha的官网 它是支持把优选IP的结果进行上传的 因此你要确定你的API管理已经打开 高级配置已经保存 优选IP做完以后 最好是要关掉 它运行的这个命令 就很像这些命令的方式 但是也没有关系 既然我们已经用了Package 就使用它 这看上去快测完了 这需要等一会儿 然后会开始测试下载速度 先测试延迟速度 然后会测试下载速度 测试完以后出了10个可用的结果 结果就在这里了 它是允许上报优选结果的 也就是它可以帮你自动上报 通过API进行管理 因此请确定一下 你项目中API的管理是已经开启了 在中端里面输入Y 选项1是API 我们就选选项1 输入1按回车 需要管理页面的URL 也就是这个URL 复制一下 粘贴到中端 按回车 是否保存 一共下次使用 不需要 下次再次输入就可以了 需要上报 也就是需要上传的优选IP的数量 默认为10 最多10 我们就按回车使用默认值 确认上传这些优选IP 输入Y 同意上传 它这里显示的是 上报已经完成了 添加10个 总计10个 最后它这里会说 要不要设置定时任务 如果你需要你就输入Y 我觉得不需要 所以我输入N 这样整个流程就做完了 优选IP就做完了 根据界面的提示 最好是要在优选IP上传之后 关闭API管理 等一下我们先测一个数 然后再关闭 点击这个测试一下速度 不错速度有一点提升 Timeout的条目的数量 有略微的减少 如果做完优选IP 确认你客户端的测试间隔 已经设为86400 也就是一天 还是出现大面积的 也就是全部都是timeout的情况 你需要等一等 最长有可能是这里的限程数设多了 50左右就可以 不要太频繁的测 限程数太多很容易被运营商认为是在做攻击 进而把你的IP封掉 但它只会封一小会儿 等个几分钟再测就会有结果了 那CF new大面积timeout和优选IP就讲完了 记得给大佬一颗心 IP自动更新以后 根据控制界面的建议 把API的管理关掉 点击保存高级配置 这样就保存好了 向下拉确认是关掉了 现在来看一下Worcus优选IP收集器 也就是大佬的这个GitHard的项目 向下拉看一下前提要求 要有一个Cloud Player账号 可以用Worcus需要KB空间 接下来是Wrangler的部署方法 这个方法对于我这样的小白不太合适 我看看有没有直接手动操作的方法 好像没有 在这里可以配置定时的触发任务 这个触发任务 看上去像是更新IP使用的 大佬推荐的是每12个小时更新一次 这些是大佬的优选IP的来源 不需要额外的环境变量 回头拉到顶 Worcus的文件在这里 点一下 这个可能是KB库的变量名 点仓库本身的名字 是的这个就是KB空间的变量名 再次打开Worcus.js 整个复制一下 点这个按钮就可以复制 粘贴到一个文本编辑器里 作者很贴心的给出了详细的备注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看 我主要是把KB的变量名改一下 这样看上去更清晰 改好KB变量名以后整个复制一下 如果你要改的话记得要全改 复制好以后进到这个地方 全选 粘贴 剩下拉强度射中等 点Uberforce state 把代码混淆好 全选 复制 到Cloud player里 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先选择一个 已经脱管好的域名 因为等火可能会用 把它复制粘贴一下 放在一个等火你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 复制粘贴好自定义域名之后 再次回到这里复制一下混淆好的代码 点击Workers and Pages 点击创建应用程序 似乎Cloud player的版本更新了 因为界面更新了 选择从Hello World开始 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 记得避开敏感词 点击部署 点编辑代码 选选 粘贴替换掉 点击部署 版本已保存 部署完毕 点这个小箭头回头一下 现在要绑定一个KV库 首先我们要有KV库 在这里选Workers KV 点创建实例 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 点创建 创建好以后 再次点击刚才我们建立的新的项目 也就是这个项目 点绑定 选KV命名空间 点添加绑定 空间名就是刚刚创建的这个空间名 变量名到这里来复制一下 拧贴到这里 点添加绑定 这样KV空间就绑定好了 现在我们还需要一个自定义的域名 首先我们要禁用 Workers自动提供的默认的这个域名 因为它很容易被滥用 点一下这三个点的按钮 点净用域 点净用 这样就是非活动的 在预和路由这里点添加 点自定义域 随便给一个域名 加一个点 粘贴之前 你已经选择好的那一个 自定义的 已经托管在Cloud layer上的域名 这样就是一个新的子域名 点击添加域 这样域名就添加好了 另外根据Giha官网的讲法 还需要一个定时任务 大佬推荐的是每12小时刷新一次 这个应该是自动刷新 回到Cloud player 在触发事件这里点击添加 点触发器 时间单位选择小时 按照大佬的推荐是12个小时 点击添加 这样触发事件也设置好了 再次到Giha确认一下 基本就没有什么要更新的了 点访问按钮 这样就看到结果了 它是有自动更新啊 但是这里也有立即更新的按钮 点一下立即更新 这样就更新成功了 有83个结果 而且还自动做了测速 拉到最底这个是数据的来源 也就是优选IP的来源 这个好像没成功被禁止了 这个还是挺常用的一个 拉到顶这里会看到有一个 叫配置Token的 反正是自己用 我是不配了 你要高兴你可以自己配一个 第二个功能是下载优质IP 点一下 应该是可以下载一个IP的列表 它是TXT文件的 下载打开之后 它就长这样 一行就一个IP 后面有一个测试速度之类的东西 关掉 点一下查看优质IP 也可以在线查看 这个和刚才那个下载的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你觉得速度不准 可以再次测速 这个测试的速度 会有被更新 测速会需要等一会儿 等一小会儿就好了 点一下IT DOG测速 这个可以做批量测速 点取消 点一下刷新状态 这个好像没什么用 Token管理 因为这个是自己用 我就没有配Token 你可以配一个 当你已经收集到相应的优质IP以后 点一下复制 优质IP 粘贴到 任意一个你喜欢的编辑器 它这个IP后面是没有警号加时间的 所以用起来比较方便 那怎么用呢 比如说你已经部署了BPP的面板 你看一下它给的这个Clean IP 也就是这个东西是给优选IP 优选域名用的 你看一下它给的这个例子 就是这样一行一个的 在这里全选 复制 回到你的BPP面板 在这个位置 粘贴进去 拉到底 点一下Apply 设置好了 点OK 这样它就再一次变成灰标了 只有你下次修改了什么以后 它才会再次变成绿标 然后就是要去测试一下 测试也很容易 删除旧的订阅 导入新的订阅 然后测个速度 这个也很简单 没有什么难点 当然依旧会看到有一些是没有速度的 这个没有关系 没有速度就没有速度 大部分有速度就可以了 这一期的时间有点超了 HTTP做BPS 那个就是用这位大神的Repository 它一共有两个这个是Server的 这个是放在Cloudflare Pages上 这个是运行在本地的 这期主要讲两个 一个是CFnew 大面积Timeout的问题 一个是IP的自动优选 HTTP在CF上做BPS 会放到下一次讲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 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 谢谢